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种办公室内随处可见的多功能事物印表机 好 那在早期呢 我们在用印表机的时候会需要接上香这种印表机的cabble 那它其实很占空间 那也很难多人使用 通常就是一台印表机就只能给一台电脑使用 那使用印表机的时候你还需要安装一些driver 那时候也只是很单一的功能 就是只赢东西而已 那你在现今呢 印表机你在接上网路之后 就多了很多很多方便的功能 那也跟IoT也更加密切 那通常你印表机接上内网之后 那电脑就可以马上抓到它 那你也不太需要另外装什么 就可以直接使用它了 好 那它其实预设就开了非常非常多的服务 就是什么几乎都是打开的 那可以让你更方便的列印 那也更容易让你安装印表机 那像是它有开了FTP 啊 AirPrint 这些等等的功能 那还有一些让你更快发现印表机的服务 好 那这么方便的情况下 你任何人要列印就是更加容易了 那所有人都可以用你的印表机的列印 好 那其实你只要把印表机接上外网一阵子啊 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二多聚的图 那其实这张是十年前不懂事 就是直接把印表机接上外网 然后它其实没多久就会跑出这些图 那不过今天要讲的不是这种简单的列印功能而已啊 这种简单的列印功能只要对你9100Port送东西 其实就会印出东西了 好 那我们回到正题 为什么要研究印表机呢 好 身为我们红队公司 印表机是每一间公司里面最常见的设备之一 那几乎每间公司上都会有一台以上的印表机 好 那它通常也是非常适合拿来隐藏内网行动的 那因为它非常难被侦测出来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Proxy来使用 那另外一点是比较大型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接上AD 那很有可能会拿到一些机密的资讯 那除了本身对红队有价值之外啊 那我们去年想再次挑战Pontual 那刚好去年都多了Printer的类别 那去年一共有三个主要目标 那分别是HP 然后Namux跟Canon的印表机 所以我们决定好好的研究它 那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以为印表机应该是非常简单 因为很多router就是什么comment injection 这种IoT设备就是injection一下就结束了 那我们尝试了半天就是所有input就是尝试 去尝试一些comment injection之类的 但都失败了 那因为它们并非一般的你的系统 我们黑箱玩了一阵子才发现它是一个RTOS 那这算是我们首次遇到的一个系统 那对我们来说感觉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那我们决定好好来研究它 那这段期间我们一共研究了Pontual的三台印表机 那就结果来讲我们三台全部都打下来了 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加上Namux其实没有太多的亮点 我们今天只会提到Canon跟HP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是怎么去分析印表机的呢 那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没办法直接获得可以直接分析的framework 那通常都是混淆过的 那参考我们很多的资料之后 那都会需要我们拆解硬体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当时也有去看另外一个Pontual的target 就是Sonos嘛 那他需要那时候我们第一个看是他 那需要他需要拆解硬体 然后加上DMA attack 你才能正确才能正确的获得framework 那我们当初也以为印表机就是很大 那也需要拆 那拆了但他拆了很难装回去 那我们当时就犹豫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把印表机给拆掉 那其实我们最后啊 就是决定还是尝试其他方法 然后去获得framework 那最后其实并没有任何一台印表机受到任何的伤害 好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Canon的多功能试误集 好 那我们一开始的分析版本是6.03 那我们当然这边我们一拿到 就是它下载framework之后一如往常 就会丢beamwork来分析嘛 那很可惜的猜出来都是 都不是原始frameware 而是都是混淆过的 那你没办法直接用IDA来分析 好 那我们这边也尝试了很多很多先人的研究 像Signative 跟Contative 也有针对Canon的Brixma 系列的印表机做分析 但这次就是因为目标是不同系列产品 那导致这边方法都失败了 那于是我们就决定开始分析我们的任体格式 还有它的特征 那这边大概可以猜出 我们的framework开头 其实有个magic叫NCFW 那后面的数字大概可以辨别 它是一个framework的大小 那其他都是一个混淆过的内容 那我们这边可以用 其实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用magic来识别 它是不是混淆过的framework开头 好 那我们后来就想 那也许会不会是有 旧版本的framework到某一版本 才开始混淆了呢 版本跟版本之间 是不是就会有一些解混淆的function了呢 好 所以我们于是决定抓下其他版本的 旧版本的framework来看看 但是canon的本身并没有办法直接抓旧版的framework 好 那我们决定开始分析它的framework下载网址 那它下载网址大概就长这样子 好 那其他不重要 那看到base64就很直觉的就直接把base64给拆开 那你会看到一串数字嘛 那我们就经过很多次的分析 尝试及分析之后 我们就了解了这数字的意思 那大概可以把这些数字拆分成三个部分 那前面 第一个就是它的档案类型 就framework或者是一些印表机的文件 那中间就是一个印表机的产品序號 那它就是每一系列的产品都是一个号码 那现在这个产品 我们目标的产品是4752这一个 那其他型号就会有其他的号码 那最后就是这个framework的版本 好 那我们一开始就根据我们这个后面的数字 来列出所有的版本 那当然我们列完之后发现 除了旧版之外还有一些更新的版本 那后来其实证实就是 这是几天后会release的新版本 那我们后来就是以最新的版本为主 那但我们在看过所有版本之后 我们发现到 从一开始的版本就混淆了 那当时卡了很久 一度要放弃 那后来我们决定 想说就把其他的产品型号的framework 全部抓下来看看 是不是有什么类似的混淆方式呢 那我们整个系列全部抓完 大概会有130G左右的档案 那你稍微grip一下 ncfw还有其他pattern 那些pattern可以是你印表机网页上的 任何一个自传 那你可以看到有几个会符合我们的 就想 会符合我们的条件 好 那就是代表他可能是没有混淆过 然后也是有解混淆方式的一个framework 好 那我们就挑了其中一个来看 那我们挑的是wg7000这个系列的印表机 那格式跟我们的目标很像 那你可以直接丢AIDA分析 那他是没有混淆过的 那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长得很像要解混淆的方式 那我们这边就仿造一次 就按照那个function逻辑 直接来接混淆看看 那我们就拿他 拿他来解target的framework 那很幸运的解 一解一跑完 他就 他就可以看到 一连串的明文字串 那几乎可以证实 我们找到的解是正确的 好 那我们拆出framework之后 那下一步就是 我们必须找到image base 的address 那你AIDA才能有效的识别 他还有跟reference 自串 那这边我们常用的方式来找framework base 那这边我们用basefine 这个工具来找base 那他这个工具一开始找出base 为40b000 但你丢进来header后 你又发现大部分function的function name 自串 他对不起来 那比如说这张图中 这个这里 黄框部分 他应该要对到一个function name 但他trade reference 到一个不是自串的地方 然后反而他又把它认为code 好 那就代表我们 没有真正的识别出他真正的位置 好 所以造成我们分析上会有点困扰 那不过到这边啊 其实正常的function 你还是可以看出他在干嘛 所以解出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那但这边可以用个小技巧 小技巧 你这边可以找到 可以先找一个知道function name的function 还有function name 然后把 然后根据他之间oflage去调整 让image base 调到正确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其实你最后调出来的位置就是40 AFFD10 那其实并不是page alignment的位置 所以你把image base射到这里 射到这里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IDAL解为正确的自串了 那接下来就是很比较方便我们去分析 那刚刚那个function name 就可以看到他这里 有解回read sign data 这个function 好 那它是frameware分析嘛 那接下来讲讲Canon印表机本身的架构 那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啊 它OS是Canon自己去改的RTOS 那跑在RMV732未远的CPU上 那不论是kernal或是service 它所有的code都在同一个binar里面 那HP的部分呢 那事实上HP其实非常容易很多 就是用beamwork简历 只要跑很久 就跑个三四天 你就可以跑出central framework 那其他分析又跟canon差不多 那这边我们就不太讲细节 我们要特别提的是HP本身的架构 那它本身也是RTOS 那主要是从sharex改过来 那CPU是AMC的mixed-endium 那call是little-endium 但data却是big-endium 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很少遇到 就是导致我们在写export的时候 卡了一段时间 那接下来讲讲我们印表机的攻击面 那在现今呢印表机 其实通常预设会开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服务 那主要会开web界面 就是通常都一定会开 就是方便我们管理者去管理我们的印表机 那也会开9100Pore 那这也是印表机主要在使用的Pore 那主要是用来传递我们的 引印的资料 就是你在电脑上要按列印的话 它其实通常都会对9100送东西 那其他就是看你印表机厂商 它有什么功能去决定 那这边所列的就是大多数印表机厂商都会开的Pore 那像是IPP 它是提供AirPrint的功能 那也有SNMP 来方便你做管理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用来找服务的协定 那比如说SLP 那还有一些区网DNS的协定 就是MDNS跟LMM 那其实这些都跟你尋找印表机有关 那在我们评估过这些服务之后 我们决定focus在Service Discover 及DNS系列的服务 那为什么我们要focus在这些服务呢 那会选这几个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长期观察下来 在这些在厂商在开发这些服务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是用OpenSource的来改 而是都是靠自己来开发 那MDNS往往在实作这些决定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因为我自己在写这些决定的时候 都很容易出错了 好 那我们这边就以PoneTone的两台印表机 作为Case Study 来讲讲这些决定会有怎样的问题 那怎么利用这些决定的漏洞来达成RCE呢 好 那先来讲讲Canem印表机的例子 那Canem这边就是以SLP决定为例 那SLP决定是一种服务发现的决定 那主要可以让你在电脑 电脑在区网内更快速的找到你印表机 那题外话 SLP这个决定啊 近期在ESXi上也是很热门的攻击面 那常常出问题 那这边 SLP 这边Canem是自己实作的 好 那既然提到SLP SERVICE就是我们的印表机 好 那使用者可以在区网内 那使用者可以在区网内 发出Unicase或Muticase的封包 就是你要找印表机的时候 那印表机接收到之后呢 它会根据你的不同的请求而回应给使用者 那当然请求很多种类型 有Service Require 或是Attribute Require等等 那这边我只列两种 好 那当然在分析SLP之前呢 你就必须先了解SLP封包大致上的结构 那当然结构成员有非常的多 那我们这边其实只要关注几个比较重要的 那第一个点是Function ID 那Function ID 会根据你的请求 形态不同而有所不同 那它这边会决定你的请求是什么 好 那也会决定你后续的Payload内容是怎样的结构 那Canem它只有实作两种 那一种是Service Request 另外一种就是Attribute Request 那这边要提的是 就是Attribute Request 那这根容主要是可以让 User根据你Service 还有Scope 来获取你的Attribute List 那Scope可以定义你要找的范围 比如说是Canem的印表集 那上面这个是个范例 就是你会给URL 或者是Scope 或者是语言 还有Tech List 那它回传就是一串的Attribute List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关注 我们Attribute Request的Payload 那Attribute Request 它Payload的结构大概会长这样子 那会是一种长度加上一个字串的组合 比如说是URL 或者是 比如说URL 它就是一个字串 URL的字串长度 加上URL本身 那Scope也是 那通常Pas这种 数字加上字串的结构时 就要特别注意了 就是通常很容易写错 或者是没有注意到 就是Overflow的情况 那实际上我们就在Canem 使作Pas这个结构时 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Canem在Pas Scope List的时候 它主要会把一些跳脱资源 转成ASCII 比如说 图中的Slash 41 它会把它转成A 那它在转换的过程 发生了一个Stakeoverflow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PersureDocode 那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方式主要是 拿来Pas Scope List 那它分配了36by 一个固定场路的Buffer 来放我们来Scope List 就是转换的结果 那呼叫的时候 它也有注意到 就不能超过36这个大小 所以它给定了一个Max 34 那这边表面上看是没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Pas 就是处理Escope Trout 这个实作的过程 那这是缩减的过程 实际中间还有一些处理的扣 那总之我们这里就是缩减过 就是只包含中最重要的部分 好那这里可以看到 它分了两种Case 就是有处理跳脱致远的 跟没有跳脱致远的 两种情况 那可以看到 它在没有跳脱致远的时候 它会检查 有没有超过最大的长度 那如果超过 它就结A落 那如果没有超过 它才会把它放到我们 迪斯宁圈Buffer上 然而它在有跳脱的情况下 它把跳脱致远转换完之后 却没有去检查长度 就直接把我们的转换结果 把它放到 DecinationBuffer上 那最后导致了StakeOverflow 好 我们有了StakeOverflow之后 接下来就是可以去 开始写Expoly 那写Expoly之前 我们就要先看一下 我们的保护机制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 Canon的保护机制 嗯 不对 它根本没有任何保护机制 没有StakeUp 没有DEP 也没有ASO 那完全可以说是HackerFriendly 我们几乎回到90年代 一个StakeOverflow 就可以打天下 那 下一部分 就如同过往 以前的Expo一样 就是你要 你盖掉Retainage 挑ShowCode 就好了 那我们这边 这边 我们就是要找个地方放ShowCode 好 那ShowCode到底要放在哪呢 好 那我们最后 发现了一个叫BJMP的协定 那它是Canon 自己始作的一个 服务发现的协定 它也是一个 对 它也是一个服务发现的协定 那会把你的 它会把你的可控的 session 放在 椅子的Google buffer中 那过去也出过了不少洞 那Signative 也在这边有 有发现一些洞 那也用它打穿了 几台印表机 那不过这边我们就 不多提细节了 那只要知道 它可以拿来放 GlobalData 就可以拿来放 我们ShowCode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也没什么限制 好 那我这边就总结一下 Canon印表机的Expo一步骤 那首先 就是用BJMP写定 把我们ShowCode 放在我们Global buffer里面 然后再利用SLP的StakeOverflow 盖掉我们的retain address 那最后就挑到 放ShowCode的Global buffer里面 你就可以做任何 想做的事情 好 那通常 通常 我们这边来讲讲 我们的Pontoron Astin 2021的状况 那通常Pontoron的时候 会需要你证明 你已经打下印表机了 那 证明方式就可以 自由发挥 那我们当时选的 就是跟我们另外一台方式一样 就是想要把 我们的Logo 放在我们的印表机萤幕上 那这张图是 我们当初打另外一台印表机的图 那 对 但 我们这边其实最后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在寻找 到底要怎么把 我们的Logo 印到萤幕上呢 这边大概花了笔 找Frameware 跟找Done 还有写Expo一时间还久 我们就是很努力地在找 到底该怎么把 东西印到萤幕上呢 那 后来是因为比赛时间快到了 我们决定放弃它 对 因为真的这件事实在太难了 比写Expo也还难 好 那我们就决定选 选择比较简单 也比较保险的方式 直接印讯息就好了 那因为反正你只要证明 你可以打成功就好了 好 那 最后 就是我们就利用show code 就是我们在自己试的时候 就把空白Devcode 放在我们的萤幕上 好 那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我们比赛当时 那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次就一如往常的 碰碰了 就第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失败了 那 我们本地其实测了100次 大概只有5次失败 那 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 常常打第一次都会失败 好 那 第二次这边 我们就用主办方的影片 来作为展示 那 其实当时就是主办方 他有影表记 预设状况 预设状况一下 就直接跑我们Expo 好 好 那就直接印出了我们萤幕 那 这样就代表你打成功了 好 那这边有些人会去问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debug它 因为它是RTOS 那我没有debug 没有GDP 那 那通常这种类型 要debug 通常我们会需要一些debug console 那 要debug console 你通常需要接上硬体 接上UART之类的 但其实我们那时候 就没有拆掉嘛 所以其实这件事 我们是很难实现的 那第二种呢 就是用旧的动打 但其实我们 这版本已经不存在漏洞 那就是你要 因为我们研究最新版 那你要 那你要先找降版本回去 然后再 再直接打 再用旧版本打 那 那我们这边 但我们这边就是需要 花时间去研究你 到底该怎么去降版本 好 但 但其实我们这时候已经有漏洞了 也可以 ROP 那为什么还要降版本 其实会很花时间 就 我们就选择不要 就不去 就用 就选择比较偷懒的方式 用很传统的sleep 去debug大方 那去debug它 那简单的说 就是ROP或show code之后 你就做一些事情 然后去把你 memory 比如说你想要 dump memory 的资料 你就把东西 copy到 我们看得到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网页 管理界面 或者是其他地方 那你就可以 dump 记忆体资料 那你再去睡觉 那你再去浏览网页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memory的资料 但 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 接上debug console 比较好 好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一直 不断地重复这个步骤 不断地重新开机 好 那接下来就是以HP的印表机为例的 好 那接下来要讲 讲的是LMMR 这个写定 好 那这个写定是跟MDNS 非常类似的一个写定 那它也提供去网内的 域名解析的功能 但比MDNS更加单纯一点 那通常也会 会配合一些 服务发现的写定 好 那这边就稍微讲一下它的机制 那像这张图中 ClientA 你想要在区域网里面 询问ClientA的位置在哪 那ClientA就假设 可能是印表机好 那它就需要发出 multicase的封包 那ClientA接受到之后 它就会respond 它的位置给ClientA 那就简单地实现了 我们区域网 域名解析的功能 那基本上 LMR大多数都是建立在 DNS封包的格式上 那也会是 header加上一个 query的这种格式 那clientA表示 后面的不同 不同形态的query数 那后面的长度 就会根据clientA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那DNS的query里面内容 是由许多label组成 那每个label前面 都会有个长度 那这里可以看到 它又是一个 数字架支穿 数字架支穿的组合 那当然它还有更多功能 比如说 Memory Compression功能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提细节 我们就要注重 这个数字架长度的组合 那其实处理这些地方的时候 都很容易出问题 那我们就来回头看一下 HP实作这功能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那这边可以看到 它在处理LMR风暴的时候 一样会把一个固定的buffer 传到一个 concernlabel 这个方式里面 好 那这个方式主要就是 处理DNS label 那 刚刚可以看到 destinationBuffer 是一个固定的长度 那 快人应该可以发现 他处理label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只是 把长度拿出来 然后就直接把label 直接写进到 destinationBuff上 那他并没有任何的 长度检查 那导致了 更直接导致了 stakeoverflow 好 那我们当初找到这个 其实应该只花一天的时间 那很快 我们想说应该 用跟canon 一样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搞定了吧 好 但是 他就是多了 DEP及NPU的保护措施 然后让我们人很困难 没办法直接跑show call 那另外 另外 他这个漏洞 也多了更多的限制 比如说你stakeoverflow 他只能超过 零差一百倍 那也不能有零这个字元 那因为会被 因为零 有零这个字元 会被认为 它是DNS query的结尾 所以你的payload就断了 那 另外 DEP及NPU 他完全封锁我们 跑show call 这个想法 那我们就 又只有零差一百倍 所以让我们做事 非常的不方便 那有点难靠 就是 就是只有 零差一百倍的ROP 去把 我们想要的东西印到荧幕上 那其实非常难做后续的行动 那我们就想 那是不是真的没招呢 只能再另外找洞吗 那有没有机会绕过 比如说 DEP呢 还有NPU呢 那 这两个 在HP 印表机 到底是怎么去实作的 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让我们 更深入地研究一下 HP 的系统 那HP 它一样是RTOS 那所有的Service Call 跟Kernel Call 都放在同一个Image 底下 那 大多数的Task 也都跑在同一个Memory Space 底下 那也几乎都跑在高权限 那我们 也就是说 我们找到洞之后 那Expo 也会有相对高的执行权限 那 是不是 其实这边只要理解 MNU 跟MPU 就有机会绕掉呢 好 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 MNU 这个机制 毕竟 DEP这个保护 其实也是需要靠MNU 来实现 好 那我们在目标的HP 印表机中 这边使用的是 一阶层的Transition Table 来做Address Translation 那每个Entry 都表示 1MB的Session 那Translation Table 的位置 也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那 HP的MNU 大致上就跟这张图一样 那会根据你TDP 以及Transition Table的内容 把Virtual Address 转换成一个 Physical Address 那每个Transition Table的Entry 都会表示 对应到 Physical Address 以及我们 Session的 那个Session的呈现 那我们CPU 就会根据这个 这里面的内容 来决定你 到底可不可以执行它 可不可以修改到 记忆体上的内容 那这边 跟权限 主要有关是AP APX 跟XN 那 你当然这边 你可以任意Map 你的记忆体区块 对 你应该 因为你都应该可以 控我们Transition Table Entry 好 那 当然讲到这边 我们有 很多人就可以想到 我们有Stack Overflow 又跑到高权限 那其实是不是 你可以直接用 ROP写掉Transition Table 那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跑 修扣了呢 那实际上 我们Page 那个Transition Table 是被MPU 保护了起来的 你根本 动不了Transition Table 好 那于是 我们就开始 研究MPU 这个极致 好 那MPU 主要功能是 把你的Memory 切分成好几个Region 那并定义好 每个Region的权限 那跟MPU 它是完全不同的机制 那它也是很 很常出现在一些 IoT的设备里面 好 那它 这里是HP在开机的时候 就会启用它 那并将 每个Region 设定好权限 比如说Page Table 就是Read Only Code段 就是你 你只能读跟执行 那 Data段 就是读 读就读写嘛 那让你没办法直接操作 你的Page Table 那 假设 假设 假设我们对Read Only的Region 做写入 它其实就会触发一些 Memory Fold 的Ecession 那 当时我们就一开始就想说 我们可以ROP 写掉Transition Table 嘛 那我们就尝试写下去 那印表机就直接溃血了 好 那 那 我们来经过我们 长时间的逆向 以及参考 ARM的Document之后 我们发现 其实只要 清空MPU Control 就可以关闭MPU 那HP的MPU Control 经过逆向之后 它的位置是在 1040030 是这个位置上 那其实跟Document上的位置 不太一样 那这边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 不过这后来是我们逆向发现的 好 那 我们在高全线 就是我们此时就是在高全线以下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用ROP 来关掉MPU 的保护机制 我们只要把MPU Control 写成0就好 好 那这边 最后就是我们直接关闭MPU 以及 加上写到 写掉Transition Table Entry 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 轻易的修改任意的 code page 就是任意的code 印表上任何的code 你都可以改 那当然 因为Transition Table可控 当然 你可以随意指向任意的Facial address 好 那这边我们最后选择 是直接 找一个服务来修改 把它改成一个后门 因为我们现在 就只有零差100Bike 的ROP 那 你要放show code 一定要赌更多 所以我们就直接改 一个Service Code 让它赌入更多的Payload 到我们指定的Buff上 好 那最后再直接 用那个服务 跳过 跳到我们show code上 好 这样就才能任意 跑我们show code 那我们这边 就最后选了 LPD这个服务 因为它改起来 比较容易 那我们最后也做了把它改成 需要硬体阶级上的Debug Console 好 那有点 你必须特别注意 你就是在 盖完全全线Table 之后 还有LPD 的code 之后 务必一定要flush TLB 这些 跟清掉I Cache 还有D Cache 不然很有可能就是 你Export的时候 跳到 旧有的code 上 或者是 你的MerryMaping 还是旧的 就是旧的资讯 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它清空 对 这边也当初也卡了我们一段时间 好 那我们就总结 来总结一下 HP Printer Exploit 的步骤 好 首先就是先trigger 一个LMMR的StakeOverall 那接着就是利用有线的ROP 来关掉MPU 那再利用ROP 改掉我们的Translation Table 我们获得我们 获得我们的 读写执行的权限 好 那 最后就改掉 LPD Service 的code 然后让我们 让我们LPD 成为一个home 好 那接下来就是用LPD 读我们的show code进来 然后并且跳到我们的show code 好 那我们就回头来讲讲 punt tone 的时候状况 好 那原本 我们一样 会一样跟Canon 一样 就是直接印讯息到萤幕上 但其实后来 我们刚好看到一个 长得像DevCore Logo的 GoGo 也可以印 但这边而且这边更简单 只要改掉字串就好 然后再trigger那个功能 好 那 那时候我们改的是一个 印表机自我检查的GoGo 就是你按测试 然后它就检查 它各项跟我没有正常 然后它就GoGo 然后一个check之类的 之类的字串 然后我们就把字串改成 on by DevCore 然后刚好也符合一个GoGo 那我们就最后决定用这个方式 好 那我们当时第一次就直接成功了 就 对 当时没有什么意外 这个还比较稳定一点 那我们后来也尝试了 直接把后门改成一个Debug Console 那上面 有Debug Console 其实多了很多功能可以使用 那这边我们就 直接跑个demo 那这边就是HP的印表机 那我们就直接跑我们ExpoE 那一样一开始就是把MPU跟Translation Table 改掉 那我们全部的Core可以写 那我写到我们的LPD的Core 那最后会获得一个Debug Console 那就可以用这个Core做任何事情 好 那我们最终 再碰通 2021中 其实我们就打下印表机 跟其他设备后 最终就获得第二名 那以这次来说 其实我们也获得不错的经验 也学到了蛮多有趣的东西 那今年依旧 也很推荐大家去挑战看看 这个IoT版的PoneTone 其实难度没有到很难 那 事实上在我们获得ShowCode执行之后 就除了印东西在萤幕上之外 那 我们可以借由印表机 来窃取一些机密资讯 那不论是机密文件 或者是一些Credential 那它也是一个很适合平行移动的点 它很难被侦测到 那最后来提一点Mitigation 那假设你想要在办公室里面放印表机 怎么做会比较好 首先就是定期更新的印表机 这算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印表机就是 好几年都没有更新就放着 然后它也没有自动更新 那导致很容易被打进去 或者是直接用预设Password 然后就直接放着了 那你可能被打了还是不知道 那它也很难被侦测 那另外一点就是尽可能关掉 你没有再用的服务 那大部分印表机都是开超级多的服务 像刚刚HP一开始就开一大堆 十几个你根本不会用的服务 那这里很建议大家去把它关掉 交开你又用了服务就好 那你也可以关闭 就是这里也蛮推进大家 关掉Discovery系列的服务 也用IP直言就好 不然其实蛮危险 那当然更好的话可以加上Firewall 就是限制可以印的人 跟SS的人 那因为大部分印表机 也有提供这相关功能 只是大家都没有在用 那导致它非常危险 好那这边我们来最后总结一下 那其实很多印表机上 发现服务这个系列的写定 或者DNS系列的写定 其实都非常常出问题 那如果你要找的是印表机 或者是其他IoT设备的洞 这里蛮推荐大家去先从这个方向看看 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那印表机也是一个红队中 非常不对 非常不错的目标 好 那这是我的Reference 那我感谢大家 好 那我们感谢Angel Boy 那这边我们进入到Q&A的环节 那会场有人有问题吗 可以举个手 好 那这边线上有一些问题啦 那这边有一个叫Samo流的 会众 然后问了一个问题是 怎么知道氛围是混淆过后的 以及有试着直接Dunk和机器里面的氛围看看吗 好 那我们其实直接看就知道它有没有混淆 通常没有混淆就是 网页上那些UR的路径都会直接看出来 那因为我们当时 那另外第二题就是 我们当时因为不想拆硬体 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装不回去 然后我们就决定尝试有没有 就是不是拆硬体的方式 就直接把frameware拿到手 对 是 然后 那个Samo流还有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 因为RTOS 是把所有function塞到一个binary里面 那分析起来非常麻烦 那他想请问 丢进IDA后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来分析出所有function的地址 以及就是大概花多久时间找到target的function 这样子 我们丢进IDA 其实IDA就要解很久了 那我们在reverse上大概canon的部分花一周 那hp部分大概花了一天吧 是 那下一个问题是 在canon的印表机中 如果你找不到其他版本没有被混淆的程式 那你接着会如何去分析跟克服这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就是没办法只能拆硬体了 对 就是我们会真的没办法才做这件事情 是 那线上这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在这么多的服务中你怎么快速挑出 哪一些服务是值得看的呢 好 我们就是先看哪个服务是最常容易出问题 其实你可以去CV网站上直接找 看看这些服务是不是很容易出问题 大家是不是很容易写错 就是先挑那种大家很容易写错 然后有PaaS那些系列的服务的话 都是特别容易出问题 那再来就是我们不会挑比较复杂的写定 可能会先从几个比较简单的写定开始挑起 好 那现场还有汇重有问题吗 诶 这边有一个在你后面 你好我想问的是就是你刚刚说 呃在就是那些版本在印表机的版本可能都是比较旧的 然后 呃 然后后来的Metrication也有说 就你要定期更新印表机 对 然后让你的印表机比较安全 那我想问的事情是说 呃 呃 这种印表机会有像是公控那样子不能更新的状况吗 或者是为什么这些版本 这些保护机制就是可以停留在这么久以前的状态 嗯 到现在护人印表机还是可以更新啊 公控就比较难 但大多数因为它不会接上外网 就是不会 应该说不会接上网 就没办法连外 就导致它很少会更新 但其实就是定期去看一下更新就好 但回答 哦 那保护机制的部分 保护 为什么还是停留在这么久以前 嗯 因为它是R 就是主要还是RTOS 就是讲求快速 就希望你增加了一个保护机制 它其实就会满了不少 那大部分都是为了 希望能更快 更快地处理你的事情 所以通常会很少加上一些保护 那当然就是要看你的需求 那每个RTOS做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可是HP 好 刚刚有说是有比较多保护机制的 然后CANON是比较少 对 就是看厂商怎么去取舍它的保护了 就是你要效能好 还是要保护多一点 了解 谢谢 好 那现场还有 会众有问题吗 诶 我们这边网路上又多了两个问题 好 那其中一个问题是 如果因为公司机制 无法跟印表机在同一个网段 那这样还有什么方法可以exploit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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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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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